专心踩着缝纫车 84岁的阿里阿嬷 手脚还是像年轻时 做裁缝那样俐落 最近几乎天天都在板桥园区 桥义芳当志工 因为 厂商捐出大批的雨伞布 还有瑕疵布 到了桥义芳 全都变成老人家 可以发挥创意的素材 这样啦 这样 这样也很漂亮 人家做国务带这样也不错 这扣技部 还有我们把它回缩起来 有夹丝 我们把它回缩起来做茶 板桥园区桥义芳成立五年多 志工有八成以上 都是拥有数十年 裁缝经验的老人家 退休后发挥一技之长 也能透过义卖弘法立生 有很多桥义芳 什么 开修 每个地方有了 我们老人 应该来这 这 我说 这 我听说这是青藍芝 我每天来青藍芝 要给他烦恼 这些都是那个 雨伞的睡部拼接 有老菩萨拼接的 然后对我们外出去买菜 买水果 然后可以减少一些塑胶袋的用量 然后让我们的地球更干净 如果不直接丢掉呢 它其实就是烧掉 那烧掉的话 对环境会有污染 所以很感恩 持续他们有这样的人力 还有这样的巧手 可以给予他们这些肺部 一个新的生命 长者的巧思和巧手 让废弃的布料有了新生命 减少资源浪费 也让地球永续 大爱新闻 知识美知公江文龙 台北报道